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节室内湿度 让室内环境变得更加舒适 阳台种菜提倡环保低碳生活 在我们这个钢筋混泥土的城市 空气质量受到来自汽车尾气 空调热气的污染 如果大家在家里种植绿色蔬菜 不仅对提高空气质量有一定的帮助 而且减少以氧化碳的排放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阳台种菜可以缓解上班族工作上的压力 放松兴起 下班后回到家 与家人一起享受田园生活带来的乐趣 在阳台上种菜的讲究 阳台种啥菜 根据阳台朝向选择蔬菜 朝南阳台为全日照 阳光充足通风好 通常蔬菜一年四季均可淘扬阳台上种植 如黄瓜 苦瓜 番茄 青菜 金针菜 芥菜 西葫芦 金椒 蜗具 韭菜等 此外 莲藕 波及 菱角等水生蔬菜 也可以在南向阳台种植 冬季朝南阳台大多地儿都能受到阳光直射 再加起简易保温设备 也可以给冬季生产蔬菜 开创一个不错的环境 朝东朝西阳台为半日照 可以种植起光耐阴蔬菜 如洋葱 油麦菜 小油菜 韭菜 丝瓜 香菜 萝卜等 可朝西阳台夏季西晒时温度较高 正是这个原因最好在阳台搅 再吃爬慢的耐高温的蔬菜 朝北阳台全天几乎没有日照 因选择纳因蔬菜种植 如蜗具 韭菜 芦笋 香醇 蒲公英 空心菜 木耳菜等 再下期对后面楼层反射过来的强光及辐射光 也要设法防御 初学者选啥菜 初学者可选择易于种植的蔬菜或素生菜 例如油麦菜 全年皆可种植且生长较快 而苦瓜 葱 姜等适合适应性强 且自身有股特殊味道 正是这个原因昆虫不喜接近 不需要农药 化肥 也能生长得很不错 用啥容器种菜 许多生活中的器物经过改装都可利用 如塑料盆 体筒 花香 花草 木香 铝皮香 镀芯 铁皮香 塑料盒 毯子 乃至浴盆 轮胎 麻蛋 烧烤盘等都可以加以利用 可不管选用啥容器都要确定底部有排水孔 用生活器物改装的器孔 需要自己钻几个排水孔 通常可在底部附近均衡地钻几个直径0.5毫厘米到1厘米的排水孔 为避免浇水时泥土流失 可进行垫盆 只用碎花盆片 瓦片或窗纱覆盖住排水孔 阳台种菜用什么土壤和肥料 可以用营养液进行无土栽培 市面上有各种专用的有机肥料 可根据蔬菜种类选择有机肥 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到市场上逛逛看 种菜怎么剥总于疫苗 蔬菜有两种种植办法 一是先育苗再移植 一种是直接剥种 在市面直接购买 插 秧苗 回到家中移栽 这是个容易快速的方法 不过部分蔬菜如豆类 萝卜的 是不变疫苗需要直接剥种的 而有些是必须移植的蔬菜 比如甘蓝 花椰菜 芥菜 茄子等 种菜前最好对种子进行消毒处理 通常从市面买回的种子 用温水浸泡法就可以了 关于阳台种菜 一找到阳光 要决一 种好菜 晒起来 大部分蔬菜都是日光控 几乎所有蔬菜都是全日照形 阳光越多越好 蔬菜爱阳光 就如同你每天朝九晚五上班一样 要决二 全好采光角度 都市空间里 楼顶是种菜的最佳地点 但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福气 在阳台上种菜 一天的时间里 家里难免又被其他楼遮住阳光的时候 务必把蔬菜宝宝们 放在阳台照射时间最长的地段 要决三 阳台种菜也讲风水 以南为家 正南方状元 全天日照充足 无压力 种蔬菜最佳 东南方傍眼 虽然日照时间只有半点 但早晨阳光温柔 对蔬菜也有加分 西方探花 西菜的时间很长 但过于常烈 蔬菜很可能腌掉 北方最差选择 北面在北半球俗称为阴面 正北方一天几乎没有阳光 蔬菜放在这里 等于让他慢性自杀 当时这个最差选择 也能变成最好的 那就是搬家到南回归蟹以南去 第二 选对容器 梦想中的阳光菜园 如果没有合适的容器 总不能把整个阳台都铺上土 所以给你的蔬菜宝王们买一张温暖合适的床 是第二步 药学一 材质大排名 优等生 陶制 最普遍的容器 透气性好 重量足 化学天下成分少 中等生 塑料 透气性 略弱 但可通过多达排水孔解决 缺点是效性 被选生木质高压处理的 木材化学品多 会毒害蔬菜 自制的则需要选择比较贵的松木 山木等 药学二 一定要有排水孔 如果不给蔬菜们打排水孔 会怎么样 想象一下呛水的感觉 你的蔬菜们会淹死的 一般情况 买回来容器都已经做好了排水孔 自制容器时 在底部周围均衡地钻几个 直径0.5-1厘米的排水孔 再在排水孔上放几片C瓦片 或者是创纱 再一些小石子 这样既保证了排水通畅 也不会担心在排水的时候 损失太多的土 药学三 拒绝炫酷黑 选择容器就给蔬菜选衣服一样 不要走过于酷炫的路线 要知道 蔬菜们最喜欢的是 纯天然无空快乐的清单颜色 黑色的容器因为吸热快 会伤害蔬菜根部 当日如果你只有黑色的容器 建议在黑色上涂一层浅色期 增加阳光反射 三 选对土 药学一 路边的野菜能种菜吗 编略菜 一般土也可称为野生土 由于是纯天然的土壤 床床们非常喜欢 里面不用 不免从暖细菌非常多 如果一定要使用这样的野生土 来加养蔬菜 最好的消毒方法就是暴晒 通常将野生土放在太阳 暴晒5-7天 细菌就会彻底消灭 药学二 培养土怎么搞 培养土说白了就是神工土 二 人工添加进一些蔬菜需要的肥料等 搅拌坚鱼 还有丰富养料 具有良好排水和通透 通气的性能 能保湿保肥 干燥时不归裂 保湿时不沾结 浇水后不结皮的土壤 就是培养土了 建议自家种菜的时候 还是选择培养土比较保险 自制培养土步骤 以取一公斤的粉状有机肥 放入盆器中 二 取培养土20公斤加入 三 加入5公斤 一般土 四 搅拌均匀 浇透水 洒入了蔬菜种子 五 最后将种子淋湿 四 会浇水 一 中午太阳照 浇水 no 中午太阳白哗哗的时候 浇水无异于再杀死蔬菜 经过了早晨的炙烤 土壤水分大量蒸发 内部的温度非常高 会伤害根部 最佳浇水时间是早晨 蔬菜这个时候也真的渴了 二 毛毛雨不管用 浇透彻才是真爱 不知道如何兑在蔬菜的时候 总是咄咄嗦嗦 水浇一点点就怕把蔬菜淹死了 那可不便 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浇透 等到有水从下面排气孔里露出来 你的植物才算喝饱了 三 季节给水要有所区分 不同的季节 植物对水需浇量量是不一样的 夏天温度高 蒸发厉害 建议早晚各浇水一次 其他季节 如果白天没有大太阳 早晨浇水一次足够 注意晚上浇水时 不要碰在叶面上 能有效防止冲农来袭 阳台种什么好 葡萄 如果你的阳台放置了洗衣机 以及其他东西 还能控制个角落来 当然考虑种一颗葡萄 当然因为葡萄树本身比较大 所以要选择一个 至少30厘米之间的大花盆 这样才能供上养分和水分 够它生长 种好的话 每年夏天就可以吃到 新鲜的甜甜的葡萄了 草莓 这个也不太占地方 只要掌握了基本的装置要点 要把它种好也很容易 在生长期间要多施肥 冬天零下的温度时候 要进行保温管理 或者放在避风的地方 我种一些草莓 在冬末的时候开花结果 一直到来年春点 结了比较多的果实 再自己加到自己经手种的草莓 比在超市买的要新业多了 那种在草莓的喜悦 也难以用于预言表达 小番茄 这个几乎年年都可以剥种 如果怕麻烦不想买种子的话 可以直接到水果摊上买一些 把里面种子弄出来 晒干 种在花盆里 不过有可能因为 种子的质量关系 挂果没有那么多 但是可以先拿来认练手 我种了好几次都结果了 黄色圣女果 红色圣女果 大番茄 小番茄等等 各种形状的 又可以观赏 又可以当水果汁 又漂亮 味道也不错 蓝莓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种这个 但是我这里能种 而且是风的露天的 经过了去年下雪的冬天 今年春天依然抽出了新的芽 开了花 积了果实 每次吃肥不要吃太多 浇水也是 一般性管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老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